有相关的东西可以参考 等一下各位可以自己再上去看一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要把那个下方的这个List View给做出来 那这个List View怎么样做出来 接下来首先呢 各位特别注意哦 我常常发现呢 你们做错的都是第一步就做错了 因为第一步没有选对位置 因为如果你第一步选对位置的话 后面应该就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里面的话呢 特别注意 第一个请你注意一下 因为我的那个List View清单 是要放在内容里面 下方内容里面 所以呢 我需要有个什么 有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 在内容的地方 那我们需要的那个文字放哪里呢 文字就其实就是在 其实我是把它放在这个 我们的Data里面 有个List View下面这些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可能 因为我刚刚有讲过了 后面三个 我没有加 所以你后面三个 都可以先把它Delete掉 大概就是这几个 这几个 那把它Ctrl C 会比刚刚来的更多 那我们的做法基本上是这样的 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边复制过来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内容 或者你也可以利用上个礼拜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 一样的方法 请你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它一定会需要一个什么 项目清单 项目清单的第一个必要 那项目清单做出来之后的话 一样把这个地方 Delete按个 Enter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 换 原来是换行 把它改成换段 那总共的话呢 会有这几个项目 把它分别 理论上应该是 应该是14个吧 OK 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所以贴上 然后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前面 有没有项目符号 OK 没有的话 加一下项目符号 OK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做什么事呢 在选之前 各位也可以观察一下 它这个东西实际上 就是一个项目符号的标签 从哪边到哪边呢 其实就是从那个UL 到斜线UL这个范围 这个是我们 做那个 就是Listurview的范围 一定是个项目清单 那它的标签一定是UL 那我如果说增加那个Listurview 就是这个Listurview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 选取标签检视器里面的 DataRaw这个项目 把它的角色改为叫做Listurview 特别说Listurview加上去 点击它之后 那各位可以观察 点击这个动作之后呢 它到底帮我加到哪边呢 其实主要是加到这个UL的后面 不是加在别的地方 如果加在别的地方 一定就不会成功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把这个地方点选Listurview 它会自动怎么样呢 帮我在这边 应该是下面这个区块 UL这个 后面自动帮我加上什么 加上DataRaw 其实就是自动帮我加 这边到这边的文字啦 所以你做完这件事 它实际上是帮你加 这个文字在UL的后方 当然你想说 如果说那自己打上去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你不见得一定要标签检视器 不过标签检视器的好处就是 你将来可以不用背 你只要记得它是一个Listurview 选取就可以了 因为有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把这一段 全部背起来 那你可以用选的 选的跟打上去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变Listurview 你可以及时看一下 这个时候下方呢 就会是一个清单了 不过这个清单 离我们要的好像还有点距离 什么呢 第一个超连结没加上去 所以请各位 自己再把超连结加上去 比如说这个选取的话 这个是应该是page1啦 所以你把这个page1打上去 ok enter一下 那其他的话 就自行再加上去 这个好像page1-1 18我习惯是把这个选一个 其他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复制贴上 enter一下 1-1 这个是1-2 后面都一样 所以这个我想就不demo 你自己就试试看 然后即时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你加上超连结 跟没有加上超连结的差异 有没有发现 如果有超连结 这边会多一个图示 表示说这里面可以点击 就让使用者知道说 这边是可以被点击的 其他如果你全部做完 它后面在最右边 都会出现有箭头的符号 这第一个 可是第二个呢 好像离最后的结果 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listenview的框框 OK 框框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加的话 非常简单 把它再切回来 主要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选起来之后的话 我印象中是 它有一个叫做data insert 一个属性 data入网的上 叫做insert 所以可能要记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请各位 可能要 把他那个笔记本稍微记一下 OK 这个地方的话 insert部分的话 改为true 如果你把这个data insert 改为true 主要是这个属性 特别最后 这个属性如果你改过之后的话 那将来呢 这个listenview 他跟在不是insert 应该意思inline 确定一下 data inline 这有没有i开头 好像没有其他的 data inline 确定一下 这个效果有时候属性标签 等一下 data insert 在下面 不是inline 在这里 所以长得很像 我是记得它i开头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注意 这个是data insert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出类似像 把那个listenview 放在圆角里面的话 主要是这个 这个属性 data insert OK 把它加上去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改为true true的话表示说 要这个效果 如果不要的话 那你就false OK 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一个圆角的一个形状了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下方 做出那个 我们要的这个清单部分 而且 最后记得是圆角 OK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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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